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講講 在歐美圍堵下,中國的電動車燃起拉丁美洲和中東等地遍地開花 另外,美國不理減排,對中國的新能源產品大加關稅 但是中國就勁減排,碳排放量,或者去年已經達到峰值 這個世界有些精神分裂 過去是美國帶頭要減排中國和印度這些發展中國家 不希望減排太快會影響發展 而美國總統拜登在本屆任期之初 還想做世界氣候領袖,帶動全球減排 這個想法本來也符合民主黨的白左思想 但是到頭來,變成中國發展的新能源產品越來越厲害 加連物美、太陽能、風電、電動車在本國遍地開花 快速鋪開,減排的速度遠比美國快得多 據《路透社》報導,美國支付全球能源監測 7月11日發表報告顯示 中國在建大型公共事業規模的太陽能和風電專案 合計裝機容量達到339吉瓦 1吉瓦等於10億瓦 佔全球總量的64% 即是接近3分之2 排名第二是美國,裝機量只有40吉瓦 即是中國是美國的8倍多 全球能源監測的報告說 中國正在鞏固它在全球可再生能源開發領域的領軍者地位 而中國的339吉瓦這個新能源裝機數字 是全球其他國家這個數值總和的兩倍 將要滿足全球第十大經濟在韓國目前整個用電需求 另一方面報告說 也意味著中國三分之一的移建太陽能和風電項目裝機容量 已經進入施工階段 遠超過7%的全球平均水平 報告說 這個數字的鮮明對比 體現了中國在建設可再生能源專案上的積極承諾 9年底 中美兩國發表關於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的陽光之鄉聲明 聲明說 在如今21世紀20年代這個關鍵十年 中美兩國支持20國集團領導人宣言所說的 努力爭取到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量增加至三倍 而全球能源監測的報告說 如果中國從現在起每年新增200吉瓦風能碳能的裝機 這個也就是2024年即今年設定的目標 即使中國不新增任何水電裝機容量 到了2030年 中國完全可以將自身的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至三倍 即是說達標完全沒有問題 而澳洲智庫氣候能源金融機構上星期發佈的資料指 中國有望一本要實現 風電太陽能發電1200吉瓦的裝機目標 比預期2030年達到這個目標是前六年 不過全球能源監測報告也提到 中國面臨一些挑戰 包括圍繞煤電設計的電網 如何去銷納規模空前龐大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 並將新增的電量傳輸到有需要的地區 另一方面 路透社說 中國可再生能源的激增 讓煤電化電的份額降至新低 報道援引 美歐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努力的研究 他說 今年5月 中國8.53%電力來自煤炭創歷史新低 而44%電力就是來自非化石燃料 即是新能源加水電 報告說 海再生能源發電量的增加 令它佔中國總排放量 大約40%電力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今年5月下降了3.6% 也就是5月的中國總排放量減少了1.4% 這個速度相當驚人 柳力認為 如果目前風能和太陽能的快速部署能夠繼續下去 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會繼續快速下降 而中國的太陽排放量也可能已經在去年達到了峰值 中國之前承諾在2030年碳排放量達到峰值 即是所謂碳達峰 之後開始下降 到了2060年實現碳中和 碳中和 即是讓排放的二氧化碳 和吸收者抵消的二氧化碳達到平衡 達到靜靈排放的狀態 如果中國在去年已經碳達峰 比預期提早了7年 相信中國的碳中和也會遠比2060年的目標提早實現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這個世界總是由美國定出世界向前發展的目標 但結果就由中國超額提早完成 而美國還停留在只有港幣的階段 第二,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累計產生了大量的碳排放 並且在2007年實現碳達峰之後 碳排放開始慢慢下降 但後來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 而拜登政府實現後又立即宣布重返巴黎協定 並提出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並提出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比2005年 確定是50-52%的國家自主目標 而拜登政府的總期目標是到明年2025年 排放量下降至50億噸左右 現時各方都不太看好美國能夠達標 特別是拜登政府大力增加中國太陽能產品的關稅之後 美國的太陽能產品這麼貴 必然減慢美國太陽能裝機量 美國的貿易政策和減排政策互相矛盾 另外想講講 在美國的圍剿之下 中國電動車出海的勢頭不減 7月11日香港《南華早報》報道 美國和歐盟相繼制出關稅大棒之後 中國汽車製造商選擇繞道出海 在中東、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等新興市場的銷量激增 那年頭五個月 中國亦成為以色列和俄羅斯最大的汽車來源國 以色列汽車進口商協會的資料顯示 今年1至5月 中國合共運了3.4萬輛油車和電動車去以色列 超過韓國的2.7萬輛 成為以色列最大的汽車來源國 比亞迪等電動車的銷量激增 提供了中國在以色列的整體銷量 今年頭五個月 中國製造過電動汽車 包括純電和插電運動車的交付量增至2.7萬輛 佔以色列電動汽車市場68%分額 這個五個月的數字 與中國電動車去年一整年去以色列的銷量 即2.9萬輛相差無幾 在俄羅斯方面 中國汽車銷量穩居第一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資料顯示 今年一至五月中國在俄羅斯銷售了43萬8千輛 同比增加到2.8% 佔俄羅斯汽車市場近一半分額 其中電動汽車的交付量超過15萬4千輛 是九點同期的兩倍 另外從巴西、亞聯油到土耳其 中國汽車都銷量激增 今年1月至5月中國對巴西汽車出口約升6倍至16萬輛 對亞聯油的汽車交付量攀升92%至11萬5千輛 而巴西計劃在今年7月起逐步提高新能源汽車的進口稅 以推動本土汽車生產 而中國的車企就開始部署投資在巴西本土設廠生產的汽車 中國電動車企目前在東南亞市場也佔有最大的份額 德行中國今年5月發表的報告顯示 中國電動車在東南亞國家的份額 從2021年的47%增加到去年的74% 另外南華早報提到 歐美逆全球化增加中國車關稅的措施 也難阻中國車企加速出海、深耕東南亞市場 搶佔南美市場之餘 而非洲這個新興市場 也成為一眾中國電動車製造商的熱望所在 比亞迪、吉利、東風、長城和上汽等中國汽車品牌 而是爭先恐後進入摩洛哥、南非、羅旺達等非洲國家搶先佈局 與此同時 建立首東內羅比等地 來以中國電動車組裝裝配線也加速引入 強勁的出口反映了中國汽車工業的彈性 而美歐加征關稅也促使中國車企將重點轉向新興市場 中國汽車在西興市場享有很大的價格優勢 全球諮詢公司艾瑞珀大中華區聯席總裁戴家輝說 相對於全球競爭對手 中國汽車製造商在製造電動車方面擁有巨大的成本優勢 它的完善供應鏈推動了強大的製造實力 他說中國電動車的生產成本比其他國家電動車低35% 總的來說中國汽車面對美歐圍剿出口勢頭依然強勁 去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 而今年頭五個月中國向海外出口了245萬架汽車 同比增長了26%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美國和歐洲不斷為中國構想過度補貼不公平競爭這些帽子 但正如彭博所說 中國面對西方圍堵 仍能成為電動車領域的全球領導者 說明了西方所謂中國政府補貼 絕對不是中國汽車取得成功的零丹妙約 他們真正成功的核心要決是大力投資推動創新 可以通過競爭淘汰落後者才能成就贏家 第二 中國汽車像水銀卸地無孔不入一樣 歐洲加關稅或使出口去當地的汽車略減 但是中國車影響拉美、中東、非洲、東南亞遍地開花 沒有和歐洲根本打不死中國車 另外在石樓台時快平外講道 南韓三星電子最大的工會沒有限期罷工 撥及全球芯片市場 背後顯示南韓工業面對很大的困局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能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